如果大家留意我的工作 其中大家知道这四年 我从一上任开始 我就很着力推动新的产业在香港的出现 特别要跟大家说 我最着力推动就是高增值航运业 这个是我认为这四年中间 在经过不断推动之后 政府是有回应的 高增值航运业的范围可以很库 包括海事方面的仲裁 船舶的租赁、海事保险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高增值航运业 其实是可以为我们年轻人 带来一些新的工作的崗位 我希望可以帮香港在这方面 谋一个新的经济出落 大家知道过去的黑暴历时了这么久 也看到很多我们在法律系统上 真的有出现有问题 黑暴发生之后 我们多次提出 律政司要加人手去处理检控 法庭要做24小时的特别法庭 这是参考伦敦当日应对暴乱的做法 尽快处理好这些检控 尽快审理好 尽快会起到阻壳性 越迟去审越迟去处理 就等于是没有阻壳性 就等于变相鼓吹那些人 出来搞那些违法抗争等等 这个是伤害我们香港社会的 所以律政司现在都回应了 会加人手去处理那些检控 最近律政司里面负责检控的职员 居然走出来是写书教别人 怎样去避开法律责任去违法达 这个真的完全离大谱的 那我们都要求律政司 一定要严肃地跟进来处理 我多次表示 这个中央今次为香港定立国家安全法 为的就是要保障我们香港市民的安全 就不是说所谓什么 好像那些反对派那样乱说 说什么伤害一个良仔 如果没有国家安全法 保护不了香港市民的安全 任由黑暴伤害社会 我觉得我们的一个两个 就真的会被那些揽炒派搞死了